也想到双方对抗或者说个人战 但是在这个四米饭活动有一个比较狗的环节 对就跟吃鸡一样比较狗 在我们基地的区域 我们基地这个区域待会会抽签 从一 对我们会17个数字 我们会抽签 抽到大鬼的那一个 张成为追逐者 他是追逐者 然后他是起始开始 比方说老商子抽到了大鬼 他会在基地里面 空调房里面待五分钟 所有的人在这个基地下面开始躲藏 你们会穿上我们的特定的服装 以及你们的名牌会贴上 从此刻起 你们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躲藏 从这边一直抵达到基地那一边 农场那一边 果园 但是不可出网圈 从那边呢 往大门不允许出去 记住我们的基地从这里从这个台阶这里开始为陷阱 然后从这里开始往下面逃 你们躲起来 然后也就是躲迷藏加四名牌这个环节 你藏的比较隐秘 他抓不到你的话 他如果找不到你 就没有机会决斗 每一轮四名牌的环节是这样的 老沙子待五分钟之后他会出去搜索 在五分钟之内 如果你五分钟之内没有找到人决斗 你将被淘汰 本轮今天的讲词是六十个积分 六十几分 对了 让你直接报复人生巅峰 游戏玩法是这样的 首先每个人穿特定服装 贴好你的名牌 第二 你抽到大鬼离开自己 在那里等待五分钟之后 才正式开始 搜索时间五分钟 比较说你找到了和妹 你觉得你打不过他 你可以选择放弃 再规定五分钟之内 再找到另外一个跟他决斗 就是你找到老沙子 我要跟你决斗 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 我就会问你是否跟他决斗 你说是 好我们会给你在就地取个场地 直接开始撕上 如果老沙子把你给灭了 你将被淘汰出去 没有办法分正油量之间六十几分 一分都分不到 记住 如果你把老沙子给灭了 你把他给撕了 你你将会继续所藏 他继续进行去搜索猎物开始计时 懂了没有 你搜索猎物 如果你被反杀 你将他给淘汰出去 懂了没有 这个很简单吧 如果说 徒弟你在厮杀过程中 你跟文贵在厮杀 你没有把他给厮杀掉 但是他把你给厮杀了 这个时候你将淘汰出去 张义没有机会获得本轮本的奖辞 他没有人会杀我的呀 对不对 今天奖辞是六十几分的奖辞 这六十分基本奖辞是剩下的人 经历平分的 也就是说干掉一个 就少一个进的对手 懂了没有 一招之后的机会到了 人家在上一发起挑战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反抗 将他给灭掉 一旦你把他灭了 他就淘汰出去 如果有大哥要强心超能力复活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最后留下的人能瓜分掌持吗 最后留下的将分享这个奖励 原来说只剩人一个 他一个人后来六十几分 那假如说是彪子打我 然后就他把所有人都灭了 但他没有灭掉我 你一个人糊涂想 那他也享受不了 享受不了 你别的你把他给干掉了 他来找你挑战 你把他干掉了 他没机会 那他如果没有找你挑战 他老放弃了呢 如果五分之内 因为他没找到的人 他也会被自动弃权 也被淘汰掉 只用一个人 那就是你需要最下杯 不是一个人 你不要跟主要人躲着 他们趴着 最后分享着 对我们保底是最低要六个人 想一人队心 我武器预估啊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完全预估 对你有六个人所获得最低 因为彪子在撕杀过程 他撕杀你 他没有撕杀成功 他就淘汰出局了 如果他把你撕杀成功 你可以挑个软身子 在五中之内拼命的去搜索 那假如说他被淘汰出局了 然后剩下的人怎么搞 有时间限定的 我们限定时间的位置 我会根据情况来调整的 我也对 娱乐之上 我会根据时间来调整的 你如果说你躲到一个缸里面 躲到一个桶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你 那你是不是狗到最后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个环节过程中的话 他是有机会的 因为说你实力强就牛逸 但是你躲得好 也可以狗到最后 你可以非常有样的词 在里面 共享这几分值 懂得没有 懂得懂 这种环节设计是这样的 懂得没有 别准备打过 别怕人是你会躲 就是那么消架 嗯 懂得没有 刚才谁出了大鬼 好 那就是你 你就是开头开始去 开会的话 我们游戏开始过程中 你 躲到个屋里面 等 五分钟等他们参考 参考之后 再出来从这里 我开始计时 五分钟开始搜索人 你搜索到人之后 门之内 你可以向他八起挑战 进行私立台 如果你可以选择放弃 再找一个软吃 如果在门之内 没找到人 你将会直接被放弃 就被淘汰出去 懂了没有 懂了吧 OK OK好 基于手机 你们可以选择拿手上 可以选择放在机地里面 反正自由选择 自由选择 这个东西也不强制 可是拿手机 他们就不会残花了呀 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那我不拿了 你可以选择对着自己 躲起来 带着大个大个一起 从那一堆人 他妈哭哭举报我 对的 不是见的人就死了 是见的人 你是否 我会问你是否身上发起挑战 接下来所有人 准备好 来拿手套 你要有袜子吗 他给一双 行啊行啊 对不起 我先你给我拿出来 我先收 下桌子 下桌还是直接放着出边 我带着大哥准备 我背着包 带着 为什么要背着 我出边把 보세요 这边太大了 可能下桌子 就有钱买包 我今天一天吃 就有钱 好小 我去 我去,我去,我那麽真乎 71 拿不拿手机,你拿不拿? 我不拿 那算了,那我又怎麽拿? 你等着吧,你试试,你不拿他们一堆人去报 为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把手机出现? 那为什麽你不拿就行,我不拿就不行 你可以不拿啊,我说你拿的话一堆人去报你 说不定我们正当呢? 不能拿手机,我不拿手机了 我不拿手机了,我把你放在家里吧 那我下了 对着墙,我给你问对着墙,是他妈的那种 我下了,我下了